结束四天 中秋连假 明天12到17岁的青少年就要开打BNT疫苗 家长们难免担心孩子会出现副作用 以及严重不良反应 甚至是集体晕针 医师表示 接种之后最常发生 接种部位疼痛或是红肿 在几天之内会消失 发烧几率大约是10% 教育部也表示 如果身体不适的话 可以请疫苗假不列入出席记录 为了防止小朋友做剧烈运动 校园也配合改线上课程 两周内都取消体育课 另外指挥中心建议学生 可以穿宽松的衣服 健保卡尽量戴在身上 在接种疫苗之前 也要注意睡眠充足 注射前一到两个小时吃完早餐 还有要补充水分 国内12到17岁的学生 从22号开始就要陆续接种BNT疫苗 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隔天之后看有没有所谓的一些 像是发烧 绢带 注射部位疼痛等等 甚至更严重的2到7天 甚至到14天会发生 所谓的呼吸胸闷喘 全校进行园区 以及居家的学习课程 打完了第二个礼拜 我们的课程也是以静态的为主 因为指挥中心建议 打完BNT疫苗 两周内要避免炙烈运动 校园也配合做课程更动 另外打疫苗前也要注意 不要熬夜 睡足6到8小时 入夜后减少使用3C产品 提升睡眠品质 要在注射前1到2小时吃完早餐 选择蛋白质 蔬果类食物 得避开油炸品项 含糖饮料 还要补充250到300毫升的水分 因为大型施打场所 室内温度通常比较高 学生可以选择穿宽松的短袖 两感有弹性材质的衣服 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也要尽量戴在身上 至于BNT两季的间隔时间 中央是否按照访单建议的21天施打呢 国人施打BNT疫苗的意愿高 有部分学生反映 明明还没满23岁 却无法进入系统预约 指挥中心表示 对于满22岁未满23岁的民众 是用年份划分 但BNT疫苗到货量大 马上就会轮到 陈时中说 能理解民众心理上难免不舒服 会尽快安排施打 记者综合报道